明星寒《未受理性》 因為我們可能經常都看到 可能半夜還在看電影 或是寫電影這件事情 如果說真的硬要保養的話 因為我們吃得還蠻清淡的 對 所以我覺得在一來是在飲食這邊的一個控制就稍微要注意一點吧 再來是因為我們要早上起來可能就要看電影 所以我們可能早上起來就要開始吃回他們B群 是講起來有點好笑的事了 對 所以我覺得好像比較沒有太多保養的小秘訣吧 對 或者是我覺得看一部好的電影 就是保養我們自己身心靈最好的一個方法 其實我覺得這是電影最好的一個療效 我們經常一整天渾渾噩噩下來 然後突然在半夜看到一部好的電影興奮的要死 然後就巴不得去跟別人講 然後也會期待別人跟我們有一樣的反饋 我覺得那可能是我們保養自己最好的方法 想聽更多台灣電影請上衛權TV